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收看《看志藏天机》,我是卓怡。 大陆这段时间饱受疫情的困扰,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影响。 这一集的节目,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话题。 从疫情开始以来,很多人被病干扰了正常的生活, 有些人发烧、咳嗽,还有人因为这个病而过生。 我们说人数少的为病,染病人数多的就称为疫。 这个疫情对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问修炼人何故? 回答就四个字,木套圣人,就没有再说下去了。 我们还是通过看字,来揭示疫病背后不为人知的天机。 病字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病字头加上一个丙字。 贩子一起生命不健康的状态。 病字头是一个字,有依靠的意思。 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病,所以我们通常称为病字头。 那么这里的丙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道,丙字是十天干之一。 隔月五行熟木,丙丁五行熟火。 丙为阳火,丁为阴火。 所谓阳火首先就是指太阳之火。 而对人来说就是指人的精神,也就是思想意识。 因为在太极原理中,阴和阳分别对应水和火。 物质和意识。 对人来说就是指人的身体和精神。 所以丙字在这里就是指人的思想意识。 病字头和丙字构成病字。 连在一起的解读就是人的思想意识是导致人有病的根本原因。 说到这里,或者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 在神传文字中,病这个字竟然有这个内陷。 这个字揭示了人之所以有病,根本原因是因为人的思想意识。 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如果大家对看智藏天璣的内容感兴趣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和大家结伴而行,一起探紧, 神传文字混合的天璣。 我们再来看看逆字。 大面积出现的病,称为逆。 那么大面积有病的原因是什么呢? 逆字里面,病字头下面是树字。 原因就是这个树字。 树是古代用竹制成的有灵无人的一种兵器。 古人也曾经在竹箱上写字。 所以树字、鞋音也通书写的书。 在这里是指杀人不用刀,用造谣诽谤, 栽桑嫁祸这种无人之刀。 所以无人之刀的鞋音也通无人之道。 逆字的各个结构部分,连同一起解读, 就是造成很多人演绎的根本原因。 是自己的思想意识, 认同了这种栽桑嫁祸, 或者参与了栽桑嫁祸, 起了推波作难的作用。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谁被人栽桑嫁祸呢? 我们来拆解这个树字。 树字是花朵的朵, 去了木字, 换成幼字。 在古代很多预言中, 往往都是用木套来示意救世圣人。 所以, 花朵的汉字本意, 就是到了末竭时期。 救世圣人的出现, 对人类来说, 才是一枝最美丽的花朵。 而易字里面这个树字, 谐音、游通、柱缸的柱, 易也解读为是扼杀人类的柱缸。 我们再来看花朵的朵, 去了木之后, 换上的这个幼字。 一片一辣, 为艾, 表述宇宙世界的阴阳之变, 是对先前状态的否定和终结。 于是, 这个交叉, 亦都表示错误。 交错这个词,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 现在判断对错, 错了, 就用这个叉号。 在周易中的绿牛, 亦都用了两个叉。 艾, 表示阴阳变化之障。 上面加了一环, 就是掩盖封杀了这种错误, 有不肯改变之障。 所以, 易自又解读为, 自己的思想意识参与或者认同了, 用无人之刀, 迫害救世圣人这件错事, 又不肯改变自己的错误观点。 这就是导致演绎的根本原因。 所以, 冤枉的冤字, 宝贵头下面, 是个图字, 是指木屠圣人的冤, 就是人类真正的冤, 最大的冤。 那这个错是谁犯的呢? 我们来看这个错词。 错词是由金字边, 一个共字头, 和一个日字组成。 中共的共字, 将下面的八字去了。 八在诺书中的云位, 是指绝地, 走向绝地。 去了八字, 换成日字。 日是指太阳。 而斯是中共偷天换日, 然后变成色字。 在国语里面, 色字的谐音, 通洗白的洗字, 是指中共洗白字机。 色字的谐音, 也通西方的西。 暗指, 中共是来自西方, 就是来自西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错字左边, 迷金字边。 今次我们在解读台湾的大门、 金门的一期节目里讲过。 金是佛的象征。 这里解读为佛法。 中共的共字头, 两横和两树相交, 都是表象熟音, 而斯是分裂解体。 而天日在下, 是指暗中进行。 所以这个错字的汉字本义, 连同一起解读, 就是中共暗中迫害佛法, 做的是最错的事。 从神传文字所乘在的讯息来看, 人演绎的根本原因, 就是因为中共暗中迫害佛法, 用造谣、诽谱、 灾状嫁祸这种无人之刀, 暗中迫害救世性人这件事。 人的思想意识, 如果和中共站在一边, 认同了中共的观点和作为, 这种被误导的思想认知, 就是导致人掩疫的根本原因。 其实很多带有殊字的汉字, 都和中共迫害救世性人这件事有关。 比如, 没有的末字, 解读为, 只要你参与或者认同了中共迫害救世性人这件事, 你就没有了。 左边的三点水, 是指天、地、人。 参与迫害, 人就没有了。 是经过天、地、人三方都同意的事。 再比喻, 杀人的杀, 亦都带有数字。 解读为, 中共迫害救世性人, 令世人不能够得救, 这个才是真正的杀人。 还有医疗的医, 亦都带有数字。 解读为, 参与或者认同了中共迫害救世性人这件事的人, 就是真正需要医治的人。 毁灭的毁字, 亦都含有数字。 解读为, 只要参与或者认同中共迫害救世性人这件事, 人就等于自行毁灭。 再比喻, 供电的电字, 右边是树字, 左边是将中共放在尸体内, 而供电是商与大事的地方, 所以这个字就解读为, 在供电中商与最大的事, 就是因为中共迫害救世性人, 灭共才是第一大事。 我们刚刚说的疫情的疫, 亦都是, 只要参与或者认同了中共迫害救世性人这件事, 各种疫病, 就会或早或晚, 找相瞒来。 由此可见, 看自所承载的神的信息, 就是为了性人救世而存在的。 那么, 知道了疫病的根本原因, 这个疫又应该如何医治呢? 从汉字的本意来看, 要免于这个疫, 方法就是, 远离中共, 不要站在中共的一边。 这期的节目就讲到这里, 多谢各位朋友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转发给更多的朋友。 如果有朋友需要看国语版, 可以在YouTube搜索, 《金泉汉世界》, 我们也会在下面提供国语版的连接。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